如果要爬這個資料的話 不外乎就是前面的四行 這個四行其實你可以從別的程式把它C、C、C、V 貼過來都沒關係 然後GET後面的話網址 直接就從它的台彩的官網這邊網址 直接把這個網址複製貼過來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把這個網址裡面的原始碼幫我全部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的話我要解析 所以解析的部分我就丟給Beautiful Super去幫我做 所以把這個原始碼裡面的資料 就點Test的這個屬性 HTML點Test其實就是裡面的原始碼 丟給Beautiful Super解析 那我要怎麼解析呢 我剛剛講過了 第一個就是Content Box 所以我們知道說 如果我要抓什麼抓威力彩的話 那Content Box裡面總共你會發現 總共其實好像Content Box就是四個區塊 第一個區塊就是威力彩 第二個區塊好像是熱核彩 好像什麼386熱核彩 然後第三個區塊的話就是大樂透 第四個區塊就是49熱核彩 OK 那當然我假設我需要抓的是什麼 抓的是第一個區塊就是威力彩 所以我一樣嘛 因為它有四個區塊 所以我要怎麼抓呢 我可以用Find All SP這個物件 Find All的話就是幫我把它全部抓下來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 把這個地方用Find All方法的話 它會把四個區塊都抓回來 那我要 可是我不要四個啊 我只要其中一個 我要哪一個 我威力彩 所以威力彩的話是第一個 所以它的所影值一定是0 0開始 所以我就把Data1 這個1裡面其實就是四個區塊 有四個東西 那可是我只要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我底下這邊 我就把Data1後面再加一個中國阿胡 那裡面就跟它講說 我要第一個就是0 所影值是0 那從這裡面的話 再去幫我再發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Data1裡面 它其實抓下來的 OK 所以你這邊其實可以print一下 比如說這邊我要先註解一下 假如說你把這個地方print一下 所以以後呢 假設你不確定說 到底你抓下來是什麼東西 我建議你可以 把這個 稍微print一下 print的什麼 Data1 假設你printData1的話 它裡面應該就是一個串列 總共就是四塊的東西 那其中我如果要的是威力彩的部分的話 就是Data0 你可以把它print出來 那你會發現 這裡面 放的就是這些東西 有沒有 DIV ContentBox 實際上就是威力彩的開獎號碼 應該從38號吧 就是這一個區塊 但是呢 我裡面還是要再把它的號碼裡面的東西抓出來 所以我後面呢 再透過這個 後面的步驟 把什麼呢 分別再把裡面的東西抓 哪些東西呢 包含就是號碼 號碼實際上是放在哪裡 DIV裡面的這個 叫做Ball TX 什麼什麼 Ball Green 那這個我是建議這一串東西 你可以用複製的 那怎麼複製啊 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是這個按右鍵嘛 然後檢查 跳到這裡 點兩下 把它複製貼過去就可以了 貼到哪裡 貼到Find All的第二個參數裡面 先找DIV 再找這個類別 那回來 那其實就是總共有12個號碼 那12個號碼前六個的話 就是那個什麼 開講 開出順序 那大小的話呢 就是後六個 所以呢 就是從第六個一直到最後 最後一個 把它print了出來 那最後的話呢 還有一個什麼呢 還有一個特別號 那特別號的部分呢 它是這個Ball Red 這個 所以把它複製一下 那特別再去找一下Ball Red 所以這邊一樣 找那個Ball Red 那把這個什麼 這個特別號呢 單獨再輸出 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 那這個特號碼 這邊是 這個 這個多了 OK 然後把它print了 那理論上應該就可以抓到 我們要的號碼 開出順序是38 13 一直到35 那這應該是威力採 對 沒錯 38 13 一直到35 那如果大小 順序的話是9 13 一直到38 那這邊應該沒錯 那特別號應該是2號 OK 那你可能想說 老師 可是我現在想要改一下 我想要改抓什麼 大樂透可不可以 比如說現在是抓威力採嗎 威力採也是這個區塊 那大樂透剛好有這個區塊 那其實很簡單嘛 我剛剛講過 這個是0 這個是1 這個是2 所以其實第一步 你可以把什麼 把這個找的content 有沒有 找這個content box 02 有沒有 剛剛 是第一個是0 那如果威力採應該改的話 0 1 2 所以是出入2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 他就把威力採那個區塊的資料抓回來 那第二步的話呢 他裡面的這個 這個類別也不一樣 看一下 應該理論上不一樣 這個把它選一下 按右鍵 檢查一下 大樂透的部分 看一下 他的名稱叫 Ball TX 後面是Yellow 所以他把這個 類別名稱改一下 改哪裡呢 其實就這個地方 本來是Green 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Yellow 找Yellow部分 然後 底下這邊可能要改 這個是2 對不對 那這邊也要記得改成2 0 1 2 OK 然後這邊一樣改成2 這個要改 這個也要改 第二區這邊也要改 改完之後 應該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也沒改幾個地方 不外乎就是說 把原來的0 改成2 然後呢 因為他的顏色不同 他球顏色好像一個是綠 一個是黃 所以這個 這個類別就不一樣 還有這個 特別號好像也要改 大概就兩個地方 一樣把0改成2 這個好像不用改 因為一樣是紅色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如果改抓大樂透的部分的話 看一下 應該是OK的 11號 35號到18號 所以看一下 11 欸 不一樣 開出順序 18 17 看錯了 應該是 18 11 35 然後這個是02 一直到45 理論應該OK 02 拿錯別號的話 25 沒錯 OK 所以呢 同樣的方式 等於是說 你這個網頁裡面 你要抓哪個區塊的資料 通通可以全部抓下來 沒有問題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再 再 再試一下吧 也許不一定要抓這個區塊 你可以抓別的區塊 抓上面這個區塊 比如說雙銀材 然後我希望把這個結果 裡面的東西全部抓下來 想想看 反正差不多方法 一樣就是把那個區塊先抓下來 然後再去抓那個區塊裡面 所有裡面要找的那個類別 有沒有 那不就是可以 有點像 分兩部分吧 一個是抓 它的 原始碼裡面的第一個DIV區塊 然後再從這個區塊裡面 再縮小範圍 這我想請各位試試看 然後 甚至的話 裡面還有很多 還可以抓 其他還可以再延伸裡面的 其他的位置 抓應該都沒問題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這個參考的原始碼 在0605裡面 0605裡面第四頁 這個是大樂透 這是威力產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